这是什么 这是你写的吗 哦 是是 你自己念一遍了 我们听一下 我这可能就是 你自己写的吗 普通话不好 我帮你念 我声音不好听 我请库尔特来念 来来 库尔特 来来来 秋见浓 夜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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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你想什么呢 来来来 重新来啊 秋见浓 夜以静 细雨绵绵如泪涌 袭击梁士兵 春花冲冲艳望穷 是吧 对的 奈何转顺秋 这啥气我不认识 连着呢 秋委去 你这得连起来 秋委去啊 奈何转 不 我正念不好 我正念不好 那个刘畅一直要 刘畅来念 刘畅来念 刘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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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点音乐吗 给点音乐 给刘畅给刘畅一点音乐 音乐 音乐 时朗诵 唱唱加油 好 来 秋见浓 夜以深 因为他都有细绵绵 夜深什么 如泪涌 你这无法把它格迟 寂逼 夜深的参商 星期业 凝凝 《检凝》 阿聪聪 燕曼琼 奈何转瞬秋为去 情深圆似浅 却浅 圆却浅 何事再相逢 别相逢了吧 但我觉得回过头来 这诗写得不错 多久产出呢 就是阶段性的来写这个内容呢 像这种是吧 这种大概就是我每天都写 但是写散文 然后也写这个 因为其实呢 他说到了文字编辑 我想知道你是倾向于 什么样的文字编辑 文字编辑我理解就是说 写个什么东西的话 我这个逻辑上并句 至少说不会出现 比较通顺 因为现在就是说 很多你像自媒体 那个并句连天 最起码的文字工具都没有 就是这个 这个你说这个工作呢 在出版社 杂志社和报社呢 被称为校对 不是我那意思 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就是 在社会上有出这种现象 但是我不是说就是 光会改字 而是说我是直接会写 如果写出来就没有这种方法 不定是 就有时候有个生活感悟 然后会写 这样这个就是生活感悟 你可以写公众号吗 就是写公众号文章 就是那你得给我一个主题 然后我得就是说 对于我不熟悉的东西 我得调查一下 然后我才能写出来 比如说七夕节了 你写一段的话 你会准备怎么写 代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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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入产品都可以 就是七夕节是吧 对 那我觉得就是七夕节 它这个就是 就是雀桥 像这之类的 就是可以用一些比喻 或者拧验这种方法 把这个产品就是镶进去 不是我是在想 如果你正要走一条路的话 你刚才右手的是修辞 但实际上 你正要去做写公号的话 还有一个叫说辞 这两条线是不一样的 你刚才就 这个东西跳不出来 我觉得他要是写 流量款的公众号文章 不是说他的能力不够 我们知道有些人 有能力写文章 但并不知道 当下流行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那段诗当中 不要说文化造诣有多高 意境和普通的修辞手法 还可以的 这孩子最大的问题 第一是木讷 第二是 对当下流行的东西他不敏感 这一点是最大的问题 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相信你在求职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对你不是歧视 而是因为你整个的表达的过程当中 始终跟别人无法达上共鸣 我跟你的交流都很费劲 你现在是生活在哪儿 洛阳 去洛阳做个导游 英文翻译 你口语可以的吗 导游 需要导游证 考嘛 你到目前为止 只有跟甲军的英语交流 是目前看到的技能 虽然也不是那么主动 但你这样一个老实人 你一个这么沉闷的人 能把英语说成这样 好好发挥一下 把它当成工作 好不好 洛阳也是个旅游城市